各位頂姊妹好。 不过其实之前很久都见过 Garry的婚礼的时候 我和大家都见过一下 上一次 我想其实 时不时 虽然我离开了梦恩堂 我想不知道有多少年 我都没有数过 五年左右 六年 我都忘记了 不过你知不知道 在过去这段时间 时不时都会有人跟我提起梦恩堂 他们不是因为知道 我曾经在梦恩堂这一道服事 而是他们突然跟我讲在信仪会 你知不知道九龙堂那一道信仪会呢 那我讲很多东西 我就开始发觉 各位各位认识 你知道你们现在多出名 而这些出名不是因为做了什么 人家觉得古怪的事 而是令到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信徒得着激励 因为你们那种热心的服事 是在信仪会里面少见的 这些人讲在信仪会 通常都没有想过 是一间可以着火的一个堂会 通常信仪会 都是比较 就是我们想起来的时候 就是一些 唉 坐在这儿 大家看着 这种冲敬 哇 连年都在这儿搞暑假的时候 特别 今年你们又搞什么代代 又搞 什么 去南偉楼 然后又搞 哇 我发觉你们好像永远都做不停的 不停的 要去做事 是吧 那种成熟的信徒 不是吃奶的婴孩 今天我回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去 讲一些硬一点的东西 要给大家吃干粮 准备好吗 要紧了 是不是 因为今天我想带给梦药一个挑战 一个有挑战的讯息 告诉大家 我们仍然是打仗 好 那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好吗 好 预备 我却不以圣明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缘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灵受的职事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书证明转二手 二十四节 喜欢背上它都可以的 这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的金句 我经常都背在心里面 这一节的说话是 保罗讲的 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因为他正是 侍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就 准备 他要去罗马 他说我这是我最后的人生 最后一站 我要去罗马宣教 但在那个时候 圣灵和宗教会的先知就告诉他 你小心 前面会有人抓你 你会去到哪里 你将会受苦难 保罗听这些声音的时候 那些教会的人就劝他 保罗你还是不要去 你避一下风头 前面很危险 风高浪急 你避一下 保罗面对这样的抉择的时候 他就说 命而已 我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汉为宝贵 他就觉得 没有命又怎样 我是要走 他说我现在立定了一个心次 我就要走前面这条路 这条路我认定了 我就要走到底 我今天见到周刊上 周辉寫了诗篇分享 finish well 最重要一件事 保罗就说我要做的 不是就是开始了一件事 我要能够一路做到底 现在要做好它 我要去成就 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迹事 这个迹事就证明上帝的福音 今天很想借着 这一次的经文 就是保罗的榜样 我们再一次思想一下 我们一生 我们在走一条什么的路呢 各位弟兄姊妹 你一生 在走一条什么的路呢 一生 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一生里面 你会求什么 香港人很忙 如果你说你不忙 那些人觉得你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忙得瘋子 你知道吗 其实在全世界来说 香港人是最忙碌的人 就是那些人 其实你住在香港 可能你不太觉 你去到外国 你就会发觉 那些人为什么这么闷 没有东西做的 哇 什么这么长 做什么 香港人不是 香港人从来都不会有停下来的时间 停下来的时候 就想一下怎么样 去打发了 剩下来的时间 但是这么忙碌 为什么呢 很多人就说 找两餐 我的学生读书读得很辛苦 他们都说 为了什么呢 找两餐 好像我们不辛苦 就找不到值 你是不是为了这两餐 为了你的生活 去这种忙碌 香港生活真的不容易 香港这东西越来越贵 生活你发觉 现在你赚了多少钱 都好像不见识 有时真的发觉 唉 世事无奈 没办法了 在香港生活 唯有这样死捱了 现在我们捱了 很多时候都为一家屋来捱的 是不是 香港的楼价 跌不知 跌来跌来跌 都还是这么多的 不过都不知道 想不想跌 因为有楼那些 一跌就很惨 但是没有楼那些 人们经常说 跌啊跌啊跌啊 最好最好跌三成 还有可能可以上车 一生人龙龙龙龙龙 原来基本上 就是为了地产商去打工 有时想想 哇 为啥呢 究竟我生存 每天上班很辛苦的时候 我是为了李嘉诚 还是为了李潮基的呢 有些人就是为了 不是的 我不是为这些 我是追求我一生的幸福 不单止我的幸福 我还要家人的幸福 虽然我不是只要找 我只是过两餐的 我要找多一些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听到有些人说 三四十岁想退休的了 有没有人想三四十岁退休的 这里 很想是吧 行不行不行的 阿星都说要退休 你知不知道如果真的退休的时候 如果真的被你退休 会做些什么 三四十岁退休 然后坐在家 然后坐在那里想 哇 我可以等死 等六十年等死 不知道怎么样 一定会用这些做 找这些你开心的东西去做 其实这里的WiFi 就是我们平时做的东西 我们很不开心 所以我很想退休 因为我做的东西 根本我就不开心 如果开心的东西 为什么想退休 就一直想做下去 是不是必须有退休这回事 所以你发觉 其实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说想幸福 因为我们 选择一条不幸福的路 我们来 希望我们可以赚取幸福 一生人 大部分的时间 在那里去做工 就是为了 因为我们 为了将来的幸福 但是现在今天 我们过得很不幸福 各位 究竟我们在做什么 有些人是为了 成家立室 或者为了我自己的家庭 你知道现在 我有两个女儿的时候 我也很想想 如何为我的家庭 很努力 熬下去都是为了 两个女儿将来有幸福 有些人就很有理想 就是 我为我的理想而生存 我奋斗 我打仗 我为我的理想 不过这个是什么的理想 我当然在争取 我追求的是 我自己的什么 的一个梦想 有些人是为天国 你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 不过让我感受到一件事 香港虽然号称 很腐竹 不过其实香港人很贫穷 心里面那种是贫穷 我们不断想去追这一样 追那一样 追那一路 什么都想去 真的要求的时候 其实反映出一件事 我们里面很贫穷 不知道你觉不觉 一个富足的人 是不觉得需要去求 他不需要想着 我继续要去追那些什么 我们一路要求 因为我们经常不满足 不满足因为我们心里面 真正的贫穷 不是在外面 你拥有多少钱 而是我们心里面 满不满足 有一个人从香港 嫁了去美国 嫁了给一个很有钱的老公 他有一个很漂亮的豪宅 在加州的一个山边 前面是一大片的草地 足以可以建个高二夫球场 他家屋里面又有网球场 又有那些 好像很大 游泳池都有几个 不同的那些 根本就不需要去 什么乐园那里 行了 原来有机关的 看来怎么开好一点 OK 那个太太一路就 生活得很奢华 那间屋 很大 很漂亮 有一天 她接到个电话 是她中学同学 说过来 路过美国 来探探探她 她很欢迎 她立刻很开心 我开着一辆豪华的房车 去机场接她的同学 接到回来之后 就带她去游自己的房子 挺自豪地去看 停车场里有十几架不同款的车 接着就去看房子 空房也有十几间 不过好像没什么人 接着那个同学就在那里说 哎呀 你真是好幸福 哇 真是香港很难找到 因为我们香港的电话 我们小到 真的像杜允 那样多 接着她就 不过 接着问人 不见你老公的 那个有钱的太太 面色一尋 想一想 接着她就说 她有外遇 所以很少回来 那一个同学就问 那你的子女呢 他们大过了 搬了出去住 在第二个州 很少见 接着她就说 我现在 穷到 只剩下钱 各位 追求些什么 香港人有时候 一直追求 其实你 追求着什么 我们追求的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 我们觉得 我们有那种的腐足在里面 或者我们可以想一想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是不是觉得 自己有喜乐 有满足 如果我们没有喜乐 又没有满足 其实外面任何的追求 你都知道 根本没办法 可以令我们满足 外面的一切 就填满我们里面的 这个洞 如果你想知道 自己 其实 是不是满足 或者我们去想想 你每日向神 祷告 通常求些什么 神啊 帮我 神啊 我要这样 神啊 我要那样 会不会这样 祈祷 当我们一开声 去求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说 神啊 你连问我 神啊 我要这样 神啊 你帮我 我们的心仍然一路在想我们自己 一路在想 我有什么需要 其实一路反映着 我们的心里面 还是很贫穷 那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 我们信了耶稣 不一定我们可以付足 我们的贫足 我们的贫穷是在 我们的心里面 涌流出来 我们究竟 是为自己求 还是为别人求 我们究竟 我们的眼光 是看着自己的东西 看着自己的家庭 还是看着别人的家庭 看到别人的需要 这里就分得出 你究竟是一个负足的人 还是一个贫穷的人 可不可以问一下旁边的那个 你是负足还是贫穷的 可能很尴尬的 很难这样说的 不过自己心里面自己知道 耶稣告诉我们 你听那条路是如何的呢 耶稣的路很特别的 你想要满足 你想要负足 这里就是个秘诀 耶稣说 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 来吧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耶稣说出一件事很特别 他的路是一条 舍己的路 他现在的路不是一条 为自己求什么的路 其实真正那种的负足很有趣 当你停止 或者你去减少为自己去求的时候 而多些把你眼光 去看到其他的人 想想他们有什么需要 你开始想想想 怎样去逼出去的时候 你的负足 就开始来 凡是想要救自己生命的 耶稣是说的一件事 当我们很努力 我想我要这个路 挖住很多样的东西的人 必丧掉生命 因为我们很想用我们的方法 我们想得到很多样的东西 而在这些事上面 连耶稣都帮不到你 各位你的姐妹 因为耶稣是不会 想着这么满足我们的个人 那个私欲 耶稣是来 不是做这一件事 他是来赐生命 什么是生命呢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一个很好的 还有一件事 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我们才可以得着生命 其实我们一开始讲信的时候 就是讲一样这样的事 当我们一路经常讲恩信清义 我们其实讲的就是 你够不够胆 放下自己交给神 还是一路仍然要继续去挖住 我为我将来的事 为我自己的事 一路去囚算 想一下怎么办 我一路为自己的事去忧虑 你知道这样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 我们还没尝试过 真的放手 交给我们的主 交给我们的神 那他怎么救我们呢 耶稣就是带给我们 这个第一个挑战 你愿不愿意将 你的生命交给我 放手交给我 你就会得着生命 当我们真的能够 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去 得着生命 福音的路是一条 舍己的路 各位兄姐妹 当我们要讲悔改 我们经常耶稣 叫我们要悔改 其实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世界太多东西 一不断提醒我们 好不够啊你 你要想一下方法 如何为自己去 一路去计划一下 你要想一下如何去打算 你前面很多东西 你觉得这又没有 这又没有 你好不够啊 于是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要靠我们自己 整个世界的声音 不断告诉我们 我们要靠我们自己 你不靠你自己 你黑食的了 你将来没有的了 退休 阿清你想退休 吃什么 不过 耶稣就是说 你信不信我 灰改 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耶稣说 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 其实在说的不是一些受苦 不是说到我们很痛 哇 要打自己 而是说你愿不愿意天天 将自己的 即是拒绝这一切的声音 向这个 我的需要去死 我根本就 每一天都要牺牲 就想 我今天 我要拒绝 这个老我的声音 我要将自己 交给我的神 我要放在他手里面 我要相信他 跟隔壁哥说 你要相信他 是的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的时候 当我们将自己 交给我们的神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会 带我们的眼光 转去看到其他人的需要 我们不是再需要 看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不会有东西 撞住了 你就会看到隔壁的人 有什么需要 你就会知道 其他的人原来 很多的一个 在个人的困苦当中 他们未认识神的时候 你就会告诉他们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拯救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时候 在教会里面 越是火热的基督徒 越辛苦 越是火热的基督徒 越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一方面 我们又要去 忧虑自己的事 你知道 家里的事 有很多事忧虑 前面有很多事忧虑 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发觉 每一天起床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充满很多的忧虑 但是 火热的基督徒 也要忧虑其他人的事 在教会里面 有这么多的事奉 你想想 回来 在这里做 家里 这些事情做不了 回来 这里又要做 我自己都没估得好 要估计别人的那些东西 有时候想想 都不知道怎么样搞好 于是 你知道火热的基督徒 很辛苦 因为他的心 其实是两面 在拉扯 这个拉扯的信徒的生命 我们怎么可以叫做 一个封信的生命 当耶稣说 他愿意给我们 一个封信的生命的时候 说的不是这种生命 因为我们还在 一个拉扯里面的时候 我们很痛苦 我们比这个世间的人 更加辛苦 我们要真是得罪 这份封信的时候 就要学一样东西 放手 交给耶稣 你真的要将自己 我们天天的悔改 天天的将我们自己 所需要的 我们一路的忧虑 交给耶稣 你知不知道 其实在教会里面 那些人去调查过 不知道为什么信耶稣的人 患抑屈症特别多 本来信耶稣的人 应该是要 很喜乐的 信耶稣会喜乐 为什么信耶稣会患抑屈 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有火热的时候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要担心 很多事情要忧虑 我们发觉我们疲于奔命 各位兄姐妹 不要了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得着那份的喜乐 好吗 因为 雅各书甭说的 心怀意义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的 这样的人 很难想着 在主里得到什么 什么叫心怀意义 一面我们又想要 靠自己去拥有这个世界 喂 有 我可能 对了咪不太好 一面我们要 我们很想靠自己 可以落地挂心我自己的事 一面我又要 去挂住 其他人的需要 你说是不是很痛苦 我自己就来得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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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喂 喂 为了显示给我看 弘银堂够多咪 喂 你用这个不行 用第二个了 对不对 来 各位弟兄姊妹 好想让大家 第一开始去想一下 其实 我们有没有想清楚 我一生我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是否真的 知道我们追求的是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而我们就可以放下 我们自己 一切的忧虑 圣经里面他这么说 保罗一直教导我这件事 我们活着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的 保罗说 我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汉为宝贵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说 因为他相信这件事 我们一起读罗马书 好吗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有没有一个人 不好意思 我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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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有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我开始说自己有些 都不是 都不知道什么花 都会漏了些字 保罗在那时候觉得 我根本不需要为自己 性命为念 为什么他会说 他不需要想想自己的命 是如何 因为根本 他知道他的命 都不需要自己 耶稣 即是保罗说 自从我认识耶稣之后 我已经深深去认定一件事 我的命是耶稣买熟的 我活着不是再为我自己的时候 我这条命 撿回来的 你知道吗 保罗以前是逼迫耶稣的人 当他见到耶稣 其实很正常的后果 就是他已经死了 耶稣 就可以脱下他 是不是 要不要给他 但是 这是神自己一个很特别的心意 所以保罗知道 他这条命根本是耶稣 撿回来的 所以他的活着 根本就不是再为自己 而且他都可以 所以 他是属于耶稣的人 他为什么这么紧张 自己的条命呢 而如果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人 你又想想想想 你这条命 神紧张些 还是你紧张些 如果神 如果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你以为他不会保护你吗 你以为他不会照着你吗 如果我们只想想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 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去救我们自己的话 不如 放手 交给更加有能力去拯救我们 所以保罗其实很聪明 保罗想得清清楚 所以我这条命 撥出去 交给耶稣 这样的时候 这个是最好的投资 因为 有个更加劲的照着我 他要我死 那就死了 死了也没有坏的 是吧 但是 认定一样东西 我活着 是为耶稣而活 我死 是为耶稣而死 那你知不知道 你 立定这个心了吗 好不好 告诉隔壁人 我活是为耶稣而活 死是为耶稣而死 是否真的 大家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 说得出做得到 是否真的认定 我们活着是为耶稣而活 死是为耶稣而死 这是我今天带给大家一个 第二个挑战 我们不单只要是 将自己的 需要 将自己的忧虑交给耶稣 各位兄姐妹 耶稣要的不是 只是背起我们的忧虑 耶稣要你的命 耶稣要你的命 你给不给 因为他说 你本来就属于我的 耶稣是用他自己的命 换我们回来的 耶稣换我们回来 即换我们回来的 代价是很大的 他用他 将自己受掌一切的痛苦 就为了换我们的 这条命回来 要换我们的这条命回来 不是要租责我们 不是要奴役我们 而他说 这个才是生命之道 各位兄姐妹 只不过这条路 我看起来 有时候都挺牙烟的 其实呢 你知不知道 很多东西都很牙烟的 我经常觉得游泳是很牙烟的 水都没得 没人 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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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跳到水里游泳 这么牙烟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 有时候有些 在太平洋浸过的人 几乎在太平洋浸死那些 很害怕水的 一想起 跳到水里面 不过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跳到水里游泳 就觉得夏天 夏天你去游泳 因为我们知道水是可靠的 当你在上面一路游泳的时候 很舒服 当你知道耶稣是可靠的 一条命交给他 那又怎样 便直接交给他 交给他 交给他的时候 然后 我们不需要忧虑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去 囚算什么 我们只想一件事 退休 不如提早退休 大家提早退休 将你的命交给耶稣 但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 为主而活 其实为主而活 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我们看耶稣来做什么 耶稣说 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写命 作多人的俗价 耶稣说 我来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说 为主而活的时候 弟兄姊妹 你也要是这样的 我们这条命 本来耶稣买回来的时候 不是去过一个舒舒服服 很荣耀的一个人生 而是做工人 做死 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就是要去服侍人的 耶稣说我来到这世间 都没有想着要有人服侍我 不过是要去服侍人 你也要服侍到什么地步 要写命 作多人的俗价 为了其他人的益处 为了其他人的缘故 我可以连命都不要 甚至我用我的命 去换他们的命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期望 各位弟兄姊妹 你准备好为耶稣写命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 准备好 跟隔壁哥说 你要为耶稣死 你也要 其实这里他说的 不是真的说我们想想 好了今天就去死了 就是这样 而是说一件事 我们在我们每一日 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生活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我们只想一件事 我怎样能够叫人得益处 我怎样能够服侍人 不是求求其其找些人帮他 而我心里面一直在想 我怎样叫那个人得益处 可能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路过一个人 我就想想想 我怎样能够帮得到他 那个人 我怎样能够真的能够建立到他 在我们每一日 我们所做的事情里面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望就是这样 我们的人生 我们就要不断想想 我怎样能够令到身边的人得益处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是批评人好意的 骂人好意的 在香港现在 大家互相批评 这件事很惯常 大家都觉得这件事 我们在说的 以为觉得自己人很公义 不过耶稣基督不是打算 要我们来去批评 不是要来去审判这个世界 审判的日子未到 耶稣基督是要我们的 是想要服侍我们身边的人 怎样叫我们能够得着益处呢 我们每一样的事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 一路做每一件的事情 我们会不会 知道我们做的事是为主而做的呢 你知不知道 当我们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心 叫人得益处 要服侍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每一件 细微的事 其实是一件的侍奉 在家里 当你要去执桌 洗碗 或者在厨房煮饭 很辛苦的时候 跟自己说 我为耶稣而做的 哇 那就很不同了 你知不知道 我的煮饭洗碗 原来是有永恒的天国价值的 我为了爱的缘故 虽然在这里 哇 好热 但我仍然在厨房里面炒 炒到最漂亮的 这是我为了我家里的人 要他们得益处的 当我每天洗碗的时候 我在家里我负责洗碗 我只要很小心洗一下 不过有时小心也会打烂碗 但是每一次我洗的时候 我就想 啊 我为了我家里的人 我要去洗得干干净净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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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东西做得漂亮一漂亮 因为是为主而做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这个就是 耶稣基督要我们 活着的生命 不一定要做些很伟大的事 有时根本就不是 跟我们的社命 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当我们习惯了这样 去这样侍奉的时候 我们身边的人有什么需要 我们真的可以连命都不要 当我们上班 你的老板敲黑面 你会 就是他应该执你两句 我们心里面 我认为 可能会抵抗他 执抗他 或者我要罢工 或者我给他一些颜色看 还是我会觉得 今天老板心情不是很好 好了 我为了主的缘故 我引你 然后想想 老板 下火来 你一杯飲料 我们会不会想想 我们有什么可以去帮我们身边 我们在公司里面 一些 不是很行的同事 或者你见到那个人 不是很开心的时候 会不会放下你手套上的工作 就去听听他说话 可能会令到你工作时间长了 但是我们每一件事 我们想想我们身边的人 有什么需要 先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在想 我们几点下班 如果一个老师 他每一天去备货 他在想 我如何能够 为主的缘故 教好每一货 你想想 可能会备货很新 很长时间 可能会备货 备到三更半夜 但是他做每一件事 是说我为主而做的时候 那份这样的喜乐 那份的满足 就在这里 即使多辛苦 他都知道值得的 而他想做的一定会是有果效的 我们在每一天 我们想做每一件事 生活上每一个细节 其实主耶稣都要求的 我们就是这样 这个就叫为主而活 当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看到服务不是很好 我们可能会想着 你知道我们是消费者 我们有什么权益 我们可以 我去 还是我们会去 首先讨论一下 究竟有什么事情 为什么个人会这么怒躁 为什么会这样的服务 我们有什么事情 可以去帮忙 我们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去在这里 为耶稣基督 去表现出那种 去显出那种的爱心 各位弟兄姐妹 这里 就是耶稣基督所说 施比手更为有福 你知不知道 其实这里不是只说钱 施比手更为有福 是出于使徒行转 保罗说这句话 就是我为耶稣基督 要选择前面去 宁愿死 然后他就说这句话 施比手更为有福 保罗说的是一种心态 当我们愿意去给出去 我们不是想着要得到多少 我愿意去给出去的时候 这个才是真正的福 福不是在于拥有 福是在于付出 你知不知道 其实呢 当我们银行有很多钱的时候 其实不是必要是你有很多钱 真正有多少钱 是你用了多少钱 因为摆银行的钱不是你 你用了那些才是你用过的 对不对 你读了多少书都好 不是必要是你很有料 你用得出来的 帮得到别人 那些才是料 真正我们的价值 不在于我拥有多少 而是我能够 取得出多少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香港人太过习惯 在想我要些什么 我在一直追求些什么 那些姊妹 不如我们想想 我可以给些什么 我可以付出些什么 我可以为耶稣基督 可以走得到多少 可以给得出多少 我们要过的一个 是一个写己的生命 就像耶稣说 我们要写己 作多人的宿价 提醒旁边的那个 你要写己的 耶稣我再说一句话 人怎么灯 不是放在斗底下 是要放在灯台上面 照亮一家的人 耶稣给了我们的生命 其实是一盏很明亮的灯 我们有生命的光在里面 不过为什么很多时候 人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找了米桶盖住它 不知为什么 耶稣说没有什么人那么傻 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信徒 就会用米桶盖住自己的灯 那盏灯的呢 好不可以拿开它 让你的光能够照耀一家的人 虽然微亮的光 可以是 它不是照得很远 但是在黑暗里面的时候 这个光就很重要 各位姊妹不要那么傻了 好吗 和旁边都说 不要那么傻了 是 在你里面有很 有很大的一个生命的光 这个是从天上面来 圣灵给我们里面点着那把火 这个火 就是从神而来的光 我们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这个光是要照亮黑暗里面 不要再找任何东西去盖住它 我们就让我们的光一路发出去 每一天我们去哪里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着一件事 主啊 我可以怎么样去为我身边的人去服侍呢 这个这样的生命 这个这样的生活 就是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去做的 各位兄姐妹 准备好了吗 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把我们的眼光 周围去纳一纳 诸事八卦一点也好 其实有时候真的 诸事八卦才会知道人家有什么需要 因为我们活着 如果我们真的为主而活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做的 已经不是在地上的事 我们所做的 是天上永恒的事 我们这个就是天国 在地上怎么能够活出天国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借着教会去延续 今天教会存在 就是一直要将耶稣基督的爱 就是一直传开去 耶稣是头 我们是他身体 我们是他手手脚脚 我们就是这样伸出去 接触这个世界 那些人就是借着你去见到耶稣的 他们怎样才知道耶稣真是爱他们 可以拯救他们 是靠教会 你们就是教会 不过这位兄姐妹 我再带给大家第三个挑战 其实我们这样去活着 好的 不过 未够 当保罗说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迹事 这里是说出一样东西 保罗很清楚知道 他从耶稣基督领受了一个什么的迹事 所以他很清楚向他人生的一个目标 他知道他人生去走一条什么的路 一个什么的标杆 他尽力摆设所有的一切拦阻 不让任何干扰他 他认定他的目标 就好像一个在赛跑场上的一个跑选手 只是向着目标去跑 尽力地去跑 这个就是保罗的一生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一直很欣赏的 他所要寻找的 那个真正的他所喜悦的 伯仁的一生 各位兄姊妹 人生的标杆 你找到没有? 保罗到临死的时候 仍然说出一个这样的说话 肥勒比斯在保罗在很晚期 他快要被人斩头的时候 他说出这个说话 他说我知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这些就是finish well 跑到最后的时候 临死的 那时候你知道吗 保罗其实不是年纪很大 六十多岁 不过六十多岁 当时的人来说是很年长的了 已经气虚血弱 没什么力了 但保罗仍然是说 我可以忘记背后 我可以忘记自己是多老 我仍然是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因为他清楚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 各位兄姐妹 你找到你自己人生的目标了吗 耶稣基督他要求我们的一生 不只是说我们为主而活 那么简单 为主而活 每个人都应该走不同的路 因为主对你有特别的一个旨意 你知不知道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去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比我们每个人都不同 我们有不同的性格 我们有不同的才干 我们有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祭遇 这一切的东西 其实是神在预备在你身上 有一个他已经一直隐藏的计划 他一直在等你去寻找 去认识这个计划 以至他能够在你身上的旨意 能够满足 我们不是像普通人那样过一生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神啊你呼召我 要我做什么呢 我一生的计划是什么呢 或者你会觉得我怎么 我不太知道如何去找分辨主的呼召 其实 是的 这些需要你坐下来 慢慢去认真去想一想 我 我快要退休了 是的 我已经六十岁了 不迟了 是不是 有时我看我的镜头 都觉得 我现在六十岁 可以这么年轻的 也挺好 但是 因为我准备退休的时候 我就要再一次坐下来 我自己去退休 我去想 前面其实神要我走什么路呢 我人生的前半场 我已经走了 应该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路走完了 但是接着下来 我就想 退休啊 阿清我退休啊 退休然后做什么呢 不知道坐在那儿等 当然不是了 然后就想想 主耶稣 我要再一次 去辨别清楚 你对我是什么 呼召 我接着下来 这二三十年 我想着要怎么走呢 于是我就 开始写 一路写 我怎么样去 分辨 主对我的呼召 第一样的事情 想起来 我过往 几十年的经历 因为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在神里面 没有意外的 我们很多时候 哎呀我自己做得坏 哎呀我这些人 你这些人搞得这么好 我当初做错决定 其实在我们自己来说 就有很多一些 的错误决定 不过神里面 一切都在他自己 那个旨意当中 要不然他根本 就不是掌管 天理万物的神 我们的经历 其实神是知道 他一直在铺排 你将来 要走什么路 所以当我们坐下来 想一下我的经历 其实 这个经历里面 比我一些什么 很特别 与众不同的地方 有些什么 是我学到的 有些什么 其他人学不到的 跟着想一下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有些什么装备 神已经装备了我 好多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知道 神给我这个装备 装备 就是用我来用的 Gary那些很喜欢 拍照这么漂亮的 那些一定有用的 是不是 不是用我来 就是用他去装备 照片出来卖 这么简单的 所以你会知道 其实神给我们 很多的装备 是为了 他前面 有给我们 一个更加大的呼召 我们当然要考虑一下 自己的性格 我想起我自己的性格 究竟我适合做些什么 这个性格分析 教会 我想都时不时 就算教会 教会不教会 不帮大家去做 你去我坊间 去找性格分析 都不难的 接着我们想想自己 有什么恩赐 这个是从 圣灵而给我们的恩赐 更加会体会得到 神对我们心里面 有什么特定的 一个心意 为什么圣灵 要给我这个恩赐 给我这个恩赐 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用呢 接着 想想神给我 有什么感动 当我一路出去 去服侍 去帮人的时候 什么东西 再触动我的心 什么会令到我 会觉得 这件事我真的很想 我以后的一生 我就毁伸下去了 从这一切的事里面 我们就开始会去想 神啊 你对我 有什么枯照 你想我人生做什么 于是我就坐在那里想想想 想想 想完之后 接着我就做了人生一个 就是下半场 都不知道下半场 其实我真的过了三分二 但是 我三分一都很长的时间 我就做了一个的决定 我决定就是 我会回去木轮 我会继续木会 所以 遲些 你们大家会 见到我的时候 我不再是一个 的老师 我也都 不会再在学校里面 做什么工作 而我就会在教会里面 我会做一个传道人 耶 那这个 但是前面的路 告诉你们 我很精彩 不单止是这样的 所以我迟些 我做了一些事情 回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想起我前面的路 你知道吗 越想越兴奋 我一跟人说起我前面 做什么的时候 哇 他自己说起来都开始着火 然后我想一下 这个就是神的枯照 神给我们的枯照 看起来好像有大有难 但是里面 带着那份的喜悦 那份的兴奋 那份的期待 令自己觉得 我真的很想快点退休 有些人会想 我都老了 哎 就是 前面还说什么人生 什么主的枯照 对不对 可能在在有一些 好像长老那些 哇 大年纪 都是坐在那等着 他什么时候 主接我回天家 不是 其实你知不知道 即使我们从地上 还有一个月 主仍然是对我们的生命 有一些要求 有一些期望 我们仍然是需要辨别清楚 我来到这段时间 我怎么样去服侍主 究竟主想我在这里做些什么 才有果效呢 你知道 一张椅子 我们设计用来做椅子 你将它做椅子 就很有果效 你用来做桌子 就没有什么大果效 你知道每样东西设计的时候 是有那种特别的意义在那裡 神设计 我们每一个人 只有特定的一个旨意 摆在对位的时候 这个就能够发挥到主自己的心意 这里就是保罗所说的 在教会里面恩事互相配搭 你要能够配搭得到 在主的天国里面 天国的这么多的事工 你怎么配搭下去呢 但是我们要去分辨这一切的时候 各位弟兄姊妹 有一样很重要 我们再一次想回 耶稣基督来说 祂来做些什么 我们再说耶稣来说祂是服侍人 不过 服侍人背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因此来 为了尋找拯救失丧的人 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 最重要的使命 这是耶稣基督为何要涉立教会 给教会一个主要的使命 教会留在地上 为了要延续耶稣基督这个使命 要尋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在想我们人生的呼召的时候 那几天是真正主耶稣基督的呼召 离不开尋找拯救失丧的人 不过每个人有不同的崗位 不是每个人都要走到前线里面 去传福音 去宣教 因为神不是给每个人都有宣教的恩赐 不是给每个人都有报道的恩赐 有些人 好像我那样 只是死剩八口得教 可以识教人的 那么老的人 你知道去宣教工厂 学得语言来我都死了 是不是 神不会放我在这样的崗位里面 浪费了 但是在整个天国的事工里面 我们为了神的福音的国度 我们在什么位置里面去发挥呢 一个很大的机器需要有很多小的零件 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去发挥 这一个就是我只是说 我们要分辨主对我们有些什么的呼召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能够去认清楚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的头是要来寻找清救失丧的人 我们都要传着这样的心 在这个地上过生活 这一个我们才能够辨别 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人生的标杆在哪里 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 寻找拯救失丧灵魂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不是想着 怎么样 可能叫那些未信的人 能够得救 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触到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真的认清楚 我们人生的使命的标杆在哪里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前面的一生很精彩 其实真的当我们坐下来想想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会做的 是神对你的呼召 你要想想 哇 原来不是只是过去旧约的时候 神会呼召那些先知 神会呼召那些卫生 神会呼召那些卫生 神今天同样呼召我 行在祂的事工里面 为祂做天国的事事 我会做的事 哇 是有永恒的价值 而我做的事 我知道我会能够去影响很多的人 会能够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这一切的事 哇 受到多少苦 值得 这一切的事 我们不需要再想想 我怎么样 每日逆逆逆逆上班 我要找两餐 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弟兄姊妹 不要为找两餐而过生活 天空的非料不中也不收 天父尚是养活他 如果我们今天 仍然是为了找两餐而过生活的话 我们连一只狗都不育 因为狗都不用这么找 我们不需要为我们自己 安全 或者我们一切去顾虑 我们现在在想一样的事 我们有住在这里的时候 我怎么样可以为主燃烧到尽 我最近回到一个小组 一个小组的组长很特别的 他不是叫做暂代的 初初不太认识他 他说他是一个厨师 接着听一下 为什么这个厨师好像不需要怎么上班 原来他是一个机构里面 厨师可以朝过晚午 接着听听他的故事 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他说原来他以前是 就是黑社会 贩毒 吸毒 坐牢 做尽很多的坏事 他滴了下去坐牢 在壁屋那里坐了很多 整十几年 不过就在那里认识了耶稣 而在那里有一个人很影响他 就是一个年轻 又是好像他那样 就是贩毒 吸毒 坐牢 但是接着那个年轻人信了耶稣 接着做了牧师 接着回到监狱里面 一直去探访那些监仓的人 我这个组长 他就是信了耶稣之后 接着放了牢 他就想我要怎么能够做 我这一生要做些什么事 他说我不太懂事 不过我懂得去煮菜 因为没什么读过书 于是他就找了一份工 但是他不想去那些厨房 一直做 他说这么长的时间 我没有办法好好服侍主 于是他找了一个机构 那些的 呼吻机构 帮他们煮大锅饭那些 就是夹饭盒 就是朝九晚五而已 一方面都要侍奉 接着他每个星期 定期 一定要进去监狱报道 接着这个牧师 一起进去监狱报道 已经很长的时间 风雨不改 崇拜又不见得那么准时回 但是 在一天去监狱的时候 他说这个就是神对我的呼召 因为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监仓的人我最认识 那些吸毒的人的心态我很清楚 坐在这里有什么感受 我知道 所以我可以告诉他们 你听信了耶稣之后 生命是多么不同 不一样 不一样 于是他们就是这样 监狱的人很需要有一些 这样的人去报道 我们走进去 他们听我们都傻了 但是各位听姊妹 你明白吗 当原来那个祖章 原来坐牢 都在神自己的计划当中 因为坐牢 成为他侍奉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本钱 那我们又怕什么 自己任何知 以前 可能你的失败 正是神的装备 让我们在这里 我们很清楚去想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 我很想 大家去 想清楚 我 如何养好为主而活 神给我们一生有什么呼召 可能你会觉得不容易找 不过 耶稣说清心的人 就会得见神 当我们放下了自己一切的 自我的顾虑的时候 神的声音就会向你 去说话 他就告诉你 我想 你为我做些什么 这一生 你就为我奔跑 前面可能会有些苦难 不过 有很多的 我们身边很多的见证人 都是这样 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为什么会走到去 就是 伊拉克 走到去敘利亚 这些地方传福音 很危险 炮火连天 为什么那些人会走到 那些很热很热的地方 去关心那里的人 你猜真是贪 贪得意贪舒服 不是为了要做一个英雄 在他们心里面 只是很简单一件事 命不再属于我 我要为耶稣基督而活 但是怎么活呢 主耶稣你告诉我 你想我去哪里 你要我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我在借你 请猜献我 我想请 精快对待我们来 一首回应词歌 好吗 谢天母 sts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